大家好,今天是元旦节,也是杰森的生日 这位就是杰森 今天收工收得很早,所以我们给他准备了一些生日惊喜 大家都沉浸在节日和生日的快乐中 直到两个小时以后 因为我们前几天拍摄的场地有疫情 所以我们被紧急送到了隔离酒店 原来隔离酒店是不可以开空调的 太冷了,好冷啊 我趁着做完核酸开门的空隙 让敦敦给我扔了两个热水袋 在这里每天都会有人喊你吃饭 无聊的时候我就看着窗户外边有人出来遛狗 我在看一部很长的电影 很奇怪 这部电影我每次都会打开 然后在同一个点睡着 每次我睡着之前 这个女主还在上学呢 睡醒来之后 她羊水都泼了 找点事情做做 我在房间里面会用毛巾辅助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在行李箱里面翻出来一盆小盆栽 想试着种一下 看看隔离结束的时候能不能长出来 来了 好 刚刚手一抖 浇水浇多了 我怀疑长不出来了 酒店里的一次性牙刷很可爱 我还找到了一件隔离室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每天听一场演唱会 反复还是昨天 可是昨天 你非常遥远 当你省我双眼 我还看得见 可惜不是你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等一起走 我发现我箱子里有各式各样的口罩 大家好呀 大家好 我是 哈哈哈哈 大家好 我是沈月 啊 大家好 这哪儿啊 这是哪儿啊 啊 这是 这是 客厘酒店呀 想不到吧 我箱子里啥都有 连这种东西都有 哎呀 勒得有点紧 勒脖子了 连毛线我都带了 说声多谢温哥啦 哼 多谢 多谢温哥 哼 穿西装打台纳达的电话有用吗 啊 跟着这样的大佬 咱们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